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圣依纳觉的灵修智语 6月1日 既然天主给了许多协助和方法 便要竭力追求蒙照的目标 我们都有过回顾某一个经验 或某一个阶段生活的时候 但是如果在祈祷中 我再次用心倾听这些经验 并仔细体验当中的意义 就会发现天主在我身上的工作 天主临在于我的生命中 我的生命充满了祝福和恩宠 这是圣依纳觉灵修的起点 从经验出发 这句自语中他指出 到现在为止 天主给了你那么多的协助和方法 当你继续往前走 天主也会给你足够的恩宠 所以要专注在目标上 不必有过多的担心和忧虑 不让这些分心干扰你 只要尽全力追求你蒙照的目标 亚巴郎蒙天主造教的时候 他没有回答天主 我的年纪大了 我要养老 我的太太已经过了更年期 没有儿子 也没有花很多心思在想 怎么搬家 他就是很简单的朝天主给他的目标走去 由一处到另一处 所以蒙照就是要专心 修会基本的善愿生活 无论是贫穷 贞洁或服从 简单说 就是在这三方面 要专心 没有时间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人事上 好好专注在蒙照的目标上 度婚姻生活的人也是如此 把关怀放在配偶及子女身上 共同接受天主的祝福和引导 尽力专注于天主的创造 召唤我的目标 相信天主既然到现在还让我活着 我就不要担心 我会不会继续活着 我只要好好用生命去做天主要我做的事 在教会历史中 许多社会福利事业的创办人 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想这么多 否则评估下来 他们大概不会开始 也什么都做不成 这些工作如果天主要继续 天主就会继续帮助 但不是说你不必努力 而是不要把精力浪费在不需要的地方 又要用搜索就可以了 尽量作就会继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